前院長 吳主政 各位貴賓 行政院副院長 各位朋友 各位多獎人 各位評審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有機會參加吳慎文新聞獎 頒獎典禮 繼吳總裁的九志聰受查會 感到非常的榮幸 我先祝大家獲得這麼不容易的一個獎項 袁慶寧先生在半世紀之前 堅定支持政典 在風雨飄搖之際 創建了台灣第一家的汽車公司 玉榮不只是為台灣工業裝上輪子 也為台灣現代化裝上引擎 吳總裁則在閉路藍旅之中 將玉榮汽車開向創意研發的 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大道 對台灣經濟做出重大貢獻 在台灣經濟貂地 需要仰賴美元的時代 讓袁慶寧先生和吳總裁 率領玉榮汽車從吳到游 從代工組裝到自主研發 從本土公司成為國際運輸的企業 今天不只是玉榮田要感謝 袁慶寧先生和吳總裁 台灣也應該要向他們說一聲 謝謝你 辛苦了 台灣在這種半世紀的經濟發展之中 展現出今年的毅力和潛力 但是能夠跪遠無距 立台眾議 引領台灣一步一腳印 左向產業升級 創意研發領域的企業家 實在並不是很多 其中 袁慶寧先生和吳總裁 可以說是 腳腳者 也是台灣產業的先行者 政府在推動 國家發展重點計劃其中 有關創意產業的發展 以及 產業附加價值 高質化的構想 與袁慶寧先生和吳總裁的理念 是相結合的 吳總裁在 袁慶寧先生打下的基礎之上 以優越的企業管理能力 與堅定的意志力 讓玉榮集團成為 連說超過2000的世界產業 更證明他們的動見 確實超越時代 吳總裁在對社會脈動的掌握 更表現在對於新聞專業的 堅定支持之上 早年 曾經參與 媒體的經營 孫子 媒體 貴名 佛首 做政府 爭友的特性 早在民國75年 報禁三位開放之際 吳總裁就知道 新聞媒介 對社會的影響力 會逐漸加強 提倡設立 吳聖文新聞獎 鼓勵 專業 優秀傑出的新聞從業年齡 隨77年的報禁開放 82年電子媒電子媒體的接近 帶來傳播媒體 紅火的發展 現在回想起 17年前 吳總裁所創立的新聞獎 不得不令人佩服 吳總裁卓業的洞見 17年來 吳聖文新聞基金會 始終秉持提高 報紙及雜誌的事業水準的初衷 每年評顯出 對社會有正面貢獻的 傑出新聞作品 已經有超過150位以上的得獎員 成為新聞工作者的成就指標 能夠得到這個獎項的肯定 不僅代表在新聞專業的表現 獲得認同 更代表著對社會有傑出的貢獻 從這次的新聞得獎作品中 我們看到媒體工作者 對風災的災民 非天明年的關懷 對災禍重建工作的期盼 對平埔原住民文化危機的深層失守 對水族資源污染的憂心 所反映出來的各項問題 有審思也有漸言 有批評也有鼓勵 這正是政府施政努力的方向和目標 同時我們也看到記者 資深掩護阿富汗進行採訪報導 將關懷的角度從台灣走向世界 這也正是我們文化中 推極嚴的具體表現 維持過去 育龍集團在胡總裁的領導項目獎項 育龍集團跟社會的貢獻 大家有目共睹 讓我在此 來到之後 胡總 朝時也恭獲今天 所有的得獎人 希望大家能夠繼續 扮演社會中的清流 寫出更好的作品 拍出更好的照片 同時也對 我們 這個 胡聖文 這個創辦人 他培養了一個 林信義徒院長 對我幫助非常的大 不管是 在 經濟建設 或者說 國發計畫的領定 或者 有關於 現在行政院 所以說 我自己 這個 能力有限 因為有他的幫助 讓行政院 這個政務 推動的 非常的順利 藉這個機會 當然 我要感謝 年輕的副院長 但更應該感謝的 就是育龍集團 有 這個 栽培降好的聯產 非常謝謝 最後也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歐宿利 謝謝大家 我們要謝謝 第二次 謝謝 我們來跟大家 一起去 跟大家 進行院長 裡面 另一隻 我們是不是在 提出這列的掌聲 來恭送 有院長 謝謝有院長 受了 慶祝大會 我記得 兩年前 創辦人 還有 周董次長的邀請 來 對於 對於 這一個 新文獎的舉辦 以及 對於 頒獎之外 最主要的 還是來 逐客 我們 跟 嚴慶林先生 可以說是 特別是我記得 先父在世的時候 對於 嚴慶林先生 設立 嚴慶林的 特別的研究史 如果 我 建立 嚴慶林 發生 說